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一个韩非子预言 海大鱼 海大鱼 田英掌握了齐国的大权 国王把靴这个地方给他 他准备在靴修城墙 很多人劝他不要这么做 田英不听 说不要再说了 有个人要见田英 说我只说三个字 田英让他进来 那人说海大鱼 然后转身就走 田英叫住他 说请你说清楚 那人说 您听说过海里的大鱼吗 王补不了他 剑射不中他 但是如果他离开了水 就成了蚂蚁的食物了 现在您就是大鱼 齐国就是海 如果您失去了齐国的权力 即使把削的城墙修到天上 也没用了 田英说 好 就停止了修城墙 这个预言来自韩非子 韩非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 有了权 不需要强 没了权 有强也没用 在中国 有权就可以有一切 没权 就可能失去一切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海大鱼 田英掌握了齐国的大权 国王把削这个地方给他 他准备在削修城墙 很多人劝他不要这么做 田英不听 说 不要再说了 有个人要见田英 说 我只说三个字 田英让他进来 那人说 海大鱼 然后转身就走 田英叫住他 说 请你说清楚 那人说 您听说过海里的大鱼吗 王补不了他 剑射不中他 但是 如果他离开了水 就成了蚂蚁的食物了 现在 您就是大鱼 齐国就是海 如果您失去了 齐国的权力 即使把削的城墙 修到天上 也没用了 田英说 好 就停止了修城墙 ró 咱 斐 瓶